請收看 衛心世界 衛心正德 宇宙世界 衛心世界 一番親愛的祭食 中文時宇宙世界 衛心之間 就今年一月年的水路大法会 我们总共要诵经一千万部 那我们现在今天呢 我们很荣幸请到我们的原德法师 来为我们开启一下 好谢谢 我们微信电视台前面的所有有缘的信众大德 以及微信闲事众的阿弥陀佛 今日以非常喜悦也感恩的心情接受采访 因为从甲午年师父说 微信地址要认真诵经 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最重要的是多诵经 让所有我们的玉房大帝 诸佛菩萨 王禅 老子 师尊 来富佑有缘众生 皆能得到平安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功臣 一千万部 尤其都是要微信地址 自己来有缘的同修 一起来诵经 起初我们也很紧张 所以很用功 很用力 很用心 由秘书长 袁道法师 带领同修 全国走透透到每个道场做宣导 然后呢 袁德就是傅秘书长 我必须在总会 就是在 也是大大安市 来 他走过的道场 我来做一个后面的联系 给他们的打气 给他们资讯 说要用心来诵经 所以结果我发现到说 真的人是需要鼓励的 因为我们全国智慧长总共3176位智慧长 那智慧长如果要全个智慧长要走透透 实在不简单 这一年以内 所以我们就大概是在选的就是红道组长 红道组长呢 一个红道组长必须你要有八位 超市十位的智慧长 你来联系来服务 所以总共301位的红道组长 这301位的红道组长 可以说在短短的半年之内 我们都全部走透透 都到他家里拜访 或者到待场 到场拜访 所以袁德法师都早上到村门 全国这样走透透 结果也感动了 也感动了师父的慈爱 也感动了我们老子师的慈悲 要我们维新地址来诵经 把这个诵经的功德完全来做回向 要求一皇大帝悲悯长生的辛苦辛劳 来照顾我们 所以其实是那时候 就是去年一波拉病毒 非常来势汹汹 我们大家祈福就希望台湾平安 天灾勇喜一波拉病毒远离 结果一波拉病毒就这样的消失了 就是这都是大家的功德力 也是我们的慈悲心滑路 上天的悲悯 老子的慰德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可以很感恩 很感动 更努力来做 那师父为了鼓励大家 特别师父的莫保 就是佛光普照 达到一千步的人 都送了师父一张慰保 都给他全家平安 这时候也是说师父的慰德 我们感动了 大家非常认真 到前几天还没有法会以前 已经达到五千个人以上 都是一千步哦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哦 然后为了要督促 鼓励大家诵经啊 然后在这么多位的 那个智慧长里面 怎么去选出红道组长 哦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一个努力的 有进者的红道组长 他的体系一定会诵经更好 所以这都是由各位的法师 讲师 助持法师来介绍 说我们的哪几位 他时间比较够 其实大家都很热心啊 要配合 因为我们维新圣教 是一个在家居士 在家居士呢 四龙工商非常之多 大家都是工作在身嘛 所以要能够选到说 他有时间上许可 他也愿意来付出 也愿意来跟大家互动讲话的 结果我们选的都是 很尽责尽职得无穷啦 所以每一个红道组长 这么认真来关怀智慧长 说你的会友有没有在送啊 你有没有人在送吗 就人都是需要这样鼓励关怀啦 澳洲我发现 这种鼓励关怀功能很大 所以说陆续陆续一直都抱回来说 我送到多少送了多少 其实是要很感恩 因为师父的威德啦 来感动大家所有的同修 说如果我没有送真是对不起 说我们师父鼓励说 人跟人都不用太欠了 哪用欠天啦 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机缘 说我如何来贡献啦 这个又不花钱 只是花你的真心 你的时间 诵经而且送了以后 家庭越来越平安 家庭越来越顺心 谁不要呢 有的就是不知道 所以本周门 这个诵经的功课 希望说电视机前面的 有缘的同修 有的信徒们 要坚信不已 真的诵经就是一个磁场 让这个磁场让家 更祥和更美满 把你想要所求所愿都能成就 非常了不起 这是一个本周门非常殊胜 而且我们妙华很多 这个这是一个让大家很振奋 而且我非常感恩 身为一个功德会的一个副秘书长 这个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责任 完成不完成 师父说 人们不用欠天 所以听到说这个不能欠天 这何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所以我们静静业业 到昨天华会的第一天 已经圆满一千 一千零一百 一百多万步了 这是让人很安慰 很振奋 而且很感动的事情 所以听到这个事情 我们都拍手了 翻呼了 终于达到了 所以今天呢 就是说借助这个华会 大家有缘都在同居一堂 我真的很感恩 所有参与的诵经的同修 以及信徒大众 能够为大众来祈福 能够完成这个大的愿力 这不是说只是维新圣教的光荣 是大家的恩典 受到上天的垂爱 这是一个很感恩 很感动的 谢谢 让大家都平安 阿弥陀佛 大家都平安 阿弥陀佛 谢谢愿德法师 谢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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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我们位于就是维新圣教 功德基金会 资会长的摊位前面 然后我们现在访问一个 这个年轻的师姐 师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问师姐怎么称呼 我叫做义竹 是 对 那师姐 你今年几岁 看起来好年轻哦 我24岁 是 对 之前是大专班的学生 学生 对 所以你们毕业以后啊 还是就是在这边 就是有时候就是 担任义工工作 对对对 就是现在还在 要准备一点研究所 然后就是只要有空 就是有法会需要帮忙 就回来帮忙当义工 是 那你今天的那个 义工的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我们资会长 他们回来报道完之后 然后因为他们就是 每年都会去补挂说 祈求看他们今年 他们辖内 有没有什么状况发生 然后如果挂 挂像显示 他们有需要安设 平安连位的话 我们就会帮他安设 然后就是等资会长来之后 就跟他说就是文书怎么填写 然后就给他这个文书 对 文书就是他们可能是什么什么 智会的智会长 对 然后他们因为补挂补出来说 有变动 对 需要祈求合进平安 所以需要用这个文书来帮 帮辖内的民众消灾化解 对 所以你就是跟他们讲解说 怎么样去填这个文书 对 然后 他们去买三宝寺 然后之后去 弹城那边禀报 然后把话掉这样 对 那这一整天工作下来 会不会很辛苦 不会还好 就是对 就是不辛苦不辛苦 对 那这次已未年的首路大法会 师姐就是打算就是做几天的义工 会带到全程 就是整个法会结束 对 那师姐当初是什么样的姻缘 进入大专班在学习 就是因为爸爸妈妈 他们就是也都有在 学一经风水 就是也是中门的人 就是他们推荐我们 可以去上暑期的大专班 所以就这样进来了 那你在念暑期大专班的时候啊 有什么样的心得跟感想 就是觉得 第一个就是 因为一开始不懂一经风水嘛 就是觉得学习到这些 还蛮有趣的 然后但是也借此 就是认识到很多 各个学校各地的人 对 然后就是可以拓展人际关系啊 然后自己学习一经风水之后 对外来的人生也很有帮助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你学了一经风水啊 参加大专班了以后啊 跟父母的相处更加的融洽 也有啊 因为就是跟爸爸妈妈 就是话题变得比较多啊 可以聊一经风水的事情 对啊 然后对啊 如果有问题啊 有疑惑 也可以请他们帮忙补卦 解挂 然后让整个家庭人生更顺 那你去学大专班了以后啊 你有没有就是回到家 然后有改善那边的去加风水 有啊 就是可能家里佛堂的摆设 之前有摆错 对后来就是有重新按缝之后 家里就会比较顺 或是房间一些可能摆设不对的 也有就是做修改 这样 那那时候当初佛堂是怎么样的摆设不如法 第一个可能是他的位置 在家里的位置不如法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有不小心去动到炉 因为香炉是不能动的 对然后动到炉之后可能就是有发生一些问题 所以就是后来有请法师去帮我们看 要怎么修改 对 那那时候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家里比较不平安 然后就可能就是工作不顺 或者是课业不顺之类的 就比较发生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拜拜的时候啊 我们要很小心 不要移动到那个炉 因为师傅有曾经开始过啊 那个炉呢 是照着十字天心摆下去 定的就是定位 那如果这样移来去的话 可能会导致居家比较不平安一点 那那您刚刚说就是还有房间的摆设 对 这可能之前可能床是可能靠龙边 虎逼身就靠虎边对之类的 就这种问题 或者是有臂刀啊 一些衣柜的摆设 对就是反正 那那时候就是你睡在虎逼身 也就是说我们躺下来的时候啊 我们的右手边是靠墙的 床是靠墙的 那是虎逼身 那那时候虎逼身的时候 对您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可能就是那个虎逼身就是 我们平常就是在外面啊 可能做运动的时候 比较容易受伤 或者是平常走路 对 在外面容易发生意外 就容易有血光滋在这样 啊改善之后就是有比较顺利 平安很多 所以风水真的是影响一个人很多 不仅是在健康方面 还有运动方面都会影响到 然后再来您刚刚说有臂刀 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就是呃衣柜可能 它就摆在床旁边 然后就是你那个臂刀 可能切到你的身体的部位 然后会造成你那个身体的部位 比较容易受伤 或者是容易受到影响 对 因为久而久之如果比如说 我们床头柜啊 有那个臂刀射进我们 射到我们颈部的话 久而久之我们肩颈就容易痠痛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来学习 意境跟风水 因为疫情跟风水呢就是这宇宙的大法则 我们了知这个法则 我们才能在这个宇宙安然的生存 那我们今天感恩师姐 谢谢 阿弥陀佛 师姐阿弥陀佛 师姐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呃我是大安市的祝宗 呃今天是呃原的法师派我们出来呃参 参加就是呃维新功德基金会的呃 呃 呃 知会长的一些呃工作 是是 那您今天大概服务的那个工作内容是什么 可不可以让观众朋友了解一下 我们主要是鼓励知会长把呃 呃他们呃 每个知会长的平安期互送回呃 呃先佛是来参加呃我们这一次的三二六水路大法会的呃呃神圣的大法会 这样子 那您今天啊就是工作了一整天啊您会不会觉得有点辛苦 呃不会 呃觉得越做精神越好 嗯 因为呃通常人家工作就越做越辛苦啊 为什么您工作会觉得说越做精神越好 因為來這邊看到很多信眾 還有就是回來把智慧長的平安期送回來 生活式參加法會接受供養這樣子 來一個我們就是幫他們服務一個 覺得這個工作做得很愉快 那我們剛剛有聽那個元俊法師 還有剛剛前面的一個年輕的師姐說 我們就是中期回來的時候 智慧長中期回來的時候 要先幹那個雙龍蝴 幹完的時候要秉文書 那我們剛剛看到這邊 還有一個那個三寶絲 師姐你可不可以就是跟各位講解一下 三寶絲是每位智慧長 他們的境內普掛 如果說有需要色聯位的話 他們就是要買三寶絲來普渡 就是他們的那個周邊的一些那個三界萬靈 還有孤魂野鬼 所以要供養他們 那我聽過師父開始說這個三寶絲的用意就是說 這一代的金銀財博是給某一個人的有指名的 所以別神不能侵占 那這個是相當的那個神聖跟殊聖的 那你可不可以大概的跟觀眾朋友講解一下 這三寶絲上面大概寫些什麼 三寶絲上面寫的就是智慧長的編號 還有他境內的那個俠內的 男女無視孤魂 所以這三寶絲他們是供養這些孤魂野鬼 所以是別的不能來贊 而且這邊要特別有一句話就是 是絕靈收入民衆獨自享用別神不得征戰 所以呢就是每一個就是一代金銀財博上面呢 都有一個這個三寶絲 然後署名給誰 然後誰呢就是可以收得到 才不會被其他的那個神靈啊 或是武士的或是其他的零件就是拿走 所以這個三寶絲呢是相當的神聖 那我們今天感恩師姐接受我們訪問 謝謝 阿彌陀寶 阿彌陀佛 很多信眾大德啊 很多師兄師姐啊都很慈悲 所以呢在法會的期間呢 都為自己的有緣的那個 原親在主啊 或是說有緣的那個法界眾生啊 公事聯位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位於就是水路大法會 聯位的詢問服務處 師姐阿彌陀佛 師姐請問怎麼稱呼 我姓廖 廖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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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師姐你是在那個法會 法會聯位的詢問處做服務 那你今天的服務內容是什麼 我們就是要他有大編的話 我們就要幫他擦洗那個小編 像有些祖先的編號 編號 編號是幾號 還有有些是 廖師姐在主他的編號是幾號 還有什麼英靈編號是幾號 還有普桌編號這樣子 就是有利於就是說 信眾啊或師兄師姐啊 他們來這邊可以就是查詢自己的聯位 知道自己的聯位在哪個地方 對 那就是他便宜方便他找他的聯位處 有沒有還有他可以查詢他的聯位 看有沒有寫錯還是怎麼樣這樣子啦 確認一下 那如果聯位會寫錯啊 聯位有寫錯會發生什麼樣的情形 聯位寫錯的話你就 就那個你要擲筊就沒辦法 就好像就有問就好像擲不出來啦 就是沒辦法得到聖筊啦 那如果譬如說我們聯位有寫錯啊 名字或地址有錯 那寶貝寶不出來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做處理 我們要到事務處去就是要更正一下 那把錯誤的更正正確的 那這樣你才有辦法補到聖筊 那你在這邊做義工啊 你是從早上幾點開始 我從下午開始 從下午開始 開始到六點 所以這次的法會啊 打算做幾天的義工 我是暫時一天啦 因為工作繁忙的關係 所以就是先抽空一天來做義工 還有其他的事 有空我會自己再來 那師姐為什麼會抽空啊 然後來就是擔任義工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來做義工 這個是法會大家應該的責任理義務 那我們就是我們應該為這個我們的法門來做一些事 因為一個法會的圓滿是需要很多的人力跟物力 最主要是要有一個慈悲的心 所以呢就是我們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呢 我們就付出時間 然後來布施這個法會這個眾生 是是 那就是你可不可以大概介紹一下說 您桌面上有什麼樣的東西可以協助 就是聯位的查詢 我們有那個聯位查詢單 就是說我們那個信眾有那個資料的話 我們他就我們他要查的話 我們就幫他寫 因為有些是電腦有些可以從電腦查 有些就是沒辦法了 我們就是幫他們寫說 祖先是編號幾號 那個英靈幾號 燕親在祖幾號 還有那個地基祖幾號 長生路位幾號 大連位這樣子 我們就是依這個 秩序把它寫一下 讓他們就是說 尽重他們所需要的資料 那就是這個是不是 因為不是每個聯位隊錄電腦嗎 有啊 有些他們忘記編號啊 所以就是要很體貼的 耐心的幫他們把這些 他們的編號寫上去 以利於他們去尋找他們的聯位 對 那現在就是電腦更方便 他就是說我們 就是有也有電腦列印出來 就是有祖先 那個都有編號 每一個地方都有編號 那這個是就是萬一電腦 你沒辦法就是來不及的話 就用這個 那這樣我們是 真的是 就是有為信眾想的很周到的啦 所以我今天就是訪問下來 我發覺說我們的所有的賢士同修啊 為了這個法會呢 每個人都對小細節非常的那個認真與注意 這樣子讓我們法會才能更加的圓滿 對 那十九我想請問一下 今年呢 是您第一次參加水路法會 好像很多次喔 很多次 因為我已經 我是第六屆的 也很久了啦 從法會到開始 我都參加 每一屆我都參加 那十檢是什麼樣的緣分啊 加入中文來學習 液晶跟風水 我是有人介紹 那我會對這個有興趣 所以說我就是覺得 這個對我們人生真的很有利 我覺得說這個是我需要的 我覺得這個會利人又 利己又可以利人 我也是希望各位信眾能夠 能夠到本中文來多多學習 可以學習到很多的那個 我們很多我們就是生活上 該用的就是我們祖先啊怎麼樣啊 聯絡什麼 因為這是從這邊才學習到的 因為我們在一般的社會上 沒辦法學到這個 所以學習液晶跟學習風水啊 更是秉著慈悲的心這樣子 對對 那師姐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你學了液晶跟風水以後啊 你們居家的風水有沒有改善過哪裡 有啊我們家那個有很 我們家有那個就是壁刀 我壁刀把它弄起來 把它連起來 自己家的啦 那我媽媽本來是有那個就是手術嘛 那都沒有好 後來壁刀弄起來就好了 十幾年了 都沒有再發生什麼事 那那個壁刀要怎麼樣把它連起來 因為壁刀不是都尖尖的嗎 我用那個就是我們有那個 硬的指章嘛 把那個壁刀把它連起來 欸就可以了耶 就是把它用平嗎 把它用平 這是我們居家的不是悲人的 我們就可以這樣用平的 那如果電視機前面的三星大德啊 師兄師姐啊 你們對那個壁刀有任何的疑問的話 其實可以到我們全台灣各三十幾個道場去請法 這樣子呢 你們會更健康更平安 那我們今天謝謝師姐 謝謝 讓我們訪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